這個剛剛的題目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喔 就是一個是 我是用兩個回圈 或者是說你可以一個回圈 然後 搭配裡面的一個邏輯判斷 兩個方法其實都ok 差別只是說 如果你用方法2的話 會多一個所謂的step step的話就階層 你假設135792 這邊的話你可以用一個階層的概念 ok 那另外的話呢 當然 如果你今天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range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說一般當然是前面數字比較小 後面數字比較大 越來越多 那如果顛倒過來 比如說我今天 是從99 幫我加到1的話 那你當然你這邊注意喔 如果你從99 一直到1 1的話停下來的話應該是0 ok 那後面這個地方的話記得喔 你要就是變成說99 下一個是應該97的話 那記得這邊改成-2 ok -2的話就是-2的意思啦 那這個也可以把它改寫成 前面大後面小的這種寫 啊記得後面step一定要是-2 ok這個順便講一下 也就是這個range有的時候 剛好我們是希望說它是越來越少的話 另外一種寫法 順便講一下 不過當然這一題的話是 這個方向是ok的 那其他部分的話呢 再來我們來看 其他當然在那個回圈裡面的寫法部分的話 這個裡面的話呢 這個裡面的話呢 一般還有可以加上brake ok brake也就是說 在回圈裡面喔 還蠻常被用到的 有點像是這個 在回圈裡面喔 我可以強制讓它停下來 有點像是那個你開車的時候的油門 開車的那個煞車就brake嘛 比如說我們這邊跑一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1到1000 那可是我只要到99就停下來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if i這個值大於99 那就brake brake意思是說 它就強制從這個回圈跳出來了 那跳出來之後就會直接執行 這個階層裡面的這個最後一行 就是print的這個位置 ok 就是brake 那就print 它的結果 我以這一題來看喔 那如果你寫個brake 有點是多詞一舉的 當然 將來也許會有一些類似的 就是一些狀況啦 比較特別 因為你可能不確定那個range 這個是不是一定要跑到1000為止 那另外這個99可能是一個變數 當這個變數產生之後 那你就可以再把它brake 但這個也有類似的運用方式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錄一下 那另外的話continue continue其實也是一個敘述 continue的話一般是跳過的意思 跳過的話意思是說不執行下一行 ok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剛剛那個寫法 那個i%2的話 就是除以2之後的餘數如果等於0的話 那就跳過的意思 那跳過的話意思是說不執行累加 那意思是說如果他能夠被整出 那意思就是他這個地方得到的結果 應該就是奇數的結果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假如說將來遇到類似的狀況 當然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少用continue 但如果剛好遇到的話 那你要至少要知道說 continue它是跳過的意思 跳過就是不執行下一行 而是直接呢又回到下一個 這個NAS回圈 下一個值然後繼續跑的意思 ok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遇到啊 其實有時候是可能跟考試比較有關係吧 有些有些像 一些 跟程式相關考試 他就很喜歡考這種題目 選擇題 或者是考 升論題之類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有關那個99層發表 ok 那假如說 我今天希望呢 在那個我們的這個輸出結果裡面 幫我輸出像這樣的結果 這個結果有點像 它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只是說呢 哪些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第一個的話前面應該是 所謂的這個被乘數 應該是吧 後面這個應該是乘數 然後是乘跡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就是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TAB TAB的話呢 就是 我們剛剛那個縮排嘛 那如果在那個Python裡面 如果你要輸出一個TAB鍵的話 那我在那個前面的那個 這個 這個 拖曳資源裡面 那個表格裡面 其實有一個敘述叫反斜線T 反斜線T的話 基本上就是輸出一個TAB鍵的這個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在這邊多一個TAB鍵的話 你可以用反斜線T 那你會發現 這個前面的數字 它有固定規則 也就是第一列的話呢 前面 背乘數都是1 第二列 所以你會發現 列數就是第一個數字 那後面這個數字 那後面這個數字的話呢 基本上它都會1到9 然後呢 這個後面的成績 就是把兩個相乘的結果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如果要寫一個回圈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兩個變數就可以了 一個for i 一個for j 那我們就可以把for i 跟for j 變這個地方比較難的地方 就是要兩個回圈 的結果 就可以做出來了 那我先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我要做出 像那個99乘法表的話 其實程式非常簡單 就四行 只是說這四行 你要必須要理解說 它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執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執行結果呢 就是像這樣子 1乘1 等於1 然後一個tape 然後1乘2等於2 然後一個tape 那其實9後面這邊也有啦 那再來的話這邊要換行 換到下一行 那就第二個 第三個 所以大概我們知道 它有個規律性 有時候有點像一個版 一個模板 然後分別放i 放j 然後i乘j的結果 然後一個tape 那只是說呢 我們應該怎麼把 像這樣的一個 99乘法表給做出來 OK 那你會想說 老師 那這個99乘法表 像這樣的東西 什麼時候用到 其實跟各位講 在那個 很多程式裡面 它的結構 也就有點類似像這樣的 比如說一個表格好了 一個表格 其實也不外乎就是列嘛 不外乎就藍嘛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假設 像這樣的回圈 你寫得出來的話 那將來你要 無論是從外部讀取表格的資料 或者是說 將來你要把那個 Python裡面的資料 再輸出到表格 比如說 資料表 資料庫 或者在ecell 或者是一個什麼 一個csv檔 或json檔 其實都有可能 會用到所謂的 雙重的那個回圈 敘述 那只是說呢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99乘法表 順利的做輸出 那看起來其實還蠻難的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像 比較複雜的程式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通常當然都不會一次就寫完 也許你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來撰寫 先把第一階段做出來之後 然後再想第二階段 再想第三階段 其實有些程式 就是分成很多很多的階段 才把它寫出來的 所以很多複雜的程式 絕對都不是一次就寫完的 甚至有些程式 是分成很多個section 很多部分 很多的那個 紙程式 或者很多的物件 然後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其實都是從片段片段累積出來的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要寫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程式的話 其實我們解決的方案 不外乎就是第一個 可能先怎麼樣 先把那個第一列先做出來 如果第一列做出來之後的話 再去考慮其他列 基本上應該就OK 所以我們先分階段吧 我們先把第一列先跑出來 那第一列我們分析一下 第一列呢 這個資料裡面你會發現 它共通的地方 不外乎前面都是1乘上 主要是這個地方會變 好有沒有 這個是1 這個變2 這個變3 好有沒有 1到9 然後後面的數字的話 也是1乘上後面的數字的結果 然後一個換行 所以這樣就簡單了 假設我要寫一個類似第一列的 這個敘述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怎麼寫 第一個當然你請各位就開一個 這個空白的文件好了 那當然第一個啦 1到9很簡單嘛 for 那我們 我的習慣是後面那個數字用j來代替 所以用forj in range 括弧嘛 然後我需要1到9的數字的清單嘛 所以我們的1到10 因為到10停下來 OK 好冒號 enter一下 那我再來的話就輸出什麼 1到9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再來就是我需要 所以你可以一邊看著需求 像這樣一個 一個 然後兩個三個 那所以我需要print print的話呢 裡面的話當然第一個 就是前面這1 這個字 乘的話用x來代替 體大寫的x 乘上什麼呢 乘上後面的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的話是j 因為它會變嘛 所以你可以後面再串接 一個j 但是這個j的話是一個 數字 所以記得用str 括弧 再跟它串 OK 然後1乘上 假設第一次1 就輸出 然後面的話就是加上一個等號 等號的話可能還是要自己串接 再加上什麼 串接什麼 再把那個 1乘上這個j的值 所以就是 1乘上 那個j的結果 不過一樣 計算結果一樣要把它轉型 所以str 括弧 然後把它怎麼樣 括在裡面 也就是說呢 1乘上 這個值 等於 這比較麻煩一點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最後計算的結果 1乘上 1 就是放在後面 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tab tab 我剛剛講過 你就是在串接 一個什麼 反斜線t ok 好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已經做出一個 第一個出現了 第二個的話 因為j的值會變成2 所以輸出會變成1乘上2 等於 1乘上還是2 ok 然後一個tab 那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結果 已經好像似乎有點接近了 但是呢 它是橫向跑 那這個是縱向跑 那為什麼縱向跑 我剛剛講過 因為在printer後面 預設它就是一個什麼 反斜線n 對不對 這個 換行 那要怎麼把這個反斜線n 拿掉 剛剛有講過 你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把 這個printer的 最 刮斧的前面加一個痘點 然後呢 去掉那個尾巴的換行 就end 等於沒有東西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會 幫我把尾巴的那個 就是那個換行拿掉 所以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尾巴的換行就不見了 那你會發現 它就全部串一起了 第一個 沒有換行喔 接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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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後面 就是1乘上到9 ok 那你會發現 我們第一列的部分呢 就 大體上完成了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讓它 在最後一個換行 換到下 然後把前面這個 這個 叫倍乘數吧 改成 加1 那下一列就2 再下一列就3 然後呢 所以這裡的話 基本上 只要在回圈裡面 再加上一個變數 因為J這邊用到了 那我們用I 也就是前面這個值 可以拿I的值 套用上去 然後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後面加一個換行 那就大功告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第一列的輸出結果 當然雖然沒幾個字 不過每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 假如你擔心打錯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剛剛打的 這個地方在第四頁裡面 有一模一樣的結果 就這裡 OK 試試看 好嗎